上個禮拜,今天是第三次上課 上個禮拜的話,重點大概就是幾個範例 包含那個成績的判斷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輸入一個成績 然後呢,它自動幫我判斷是abcd 那當然邏輯,所以輸入input 然後在裡面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輸入成... 特別說一定要轉型 因為輸入的話是一個文字 你必須要轉成數字 然後呢,如果呢 它這個成績是介於80分跟100分之間 那就a嘛 那其次的話當然就是 70分到79分就b 然後60到69分是c的話 甚至要不及格,大概就d的話 那你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上禮拜的這個成績判斷 假如說不熟悉,我建議回去再花一點時間 另外的話還有計算bmi 那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得到的這個是在第二個單元 所以如果你上禮拜 假設不太熟悉的話 回去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個單元的獎勵 然後剛剛講的是 其實就是可以把這個成... 這個範例可以把它直接... 直接可以拿來修改嘛 其實架構都差不多 剩下來就是 把裡面的這個邏輯啦 稍微修改一下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把它熟悉 另外底下有放一些VBA的程式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Python轉換成VBA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架構 OK,然後...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成績的判斷 BMI BMI最後要做出... 輸入兩個 身高跟體重 然後得到這樣的結果的話 那這該怎麼... 裡面我們主要 會用到有一個叫做Format的東西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Format 恐怕請各位 務必要把它熟悉一下 OK 那... 再來的話就是第三個單元 回圈的判斷 回圈的部分喔 那... 當然第一個範例是加總 1到99 怎麼把它加總 那實際上... 最關鍵的部分喔 就是... 4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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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比方1到99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一定要1到100 因為100停下來 也就是說不會輸出100 只會到100的前一個數字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然後還有奇數偶數的... 分別加總 所以你可以再多一個變數 SumA SumB 然後呢 判斷是... 如果我能夠被二整除的話 那當然就是偶數啦 反之的話就奇數 所以我們如果這邊... 那條件是什麼 如果它除以2之後 的餘數是1的話 表示是奇數 所以我這個SumA是放奇數 SumB的話是放偶數 那分別再做輸出 OK喔 這上禮拜的這個題目喔 另外的話就99乘法表 OK喔 那99乘法表其實比較複雜啦 不過我們是分兩階段完成 先輸出橫向一列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有變動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什麼 後面這個數字 這個應該乘數啦 1到9 所以你可以forJ等於1到9 然後呢 前面都一樣 1乘上J 等於什麼呢 等於J 或J乘以1啦 或1乘以J 然後後面的話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TAB TAB的話就反斜線T OK喔 拖替自圓 那這樣的話一個一個幫我做輸出 可是呢 他print每一個後面都會幫你換行喔 所以你記得要把那個換行部分拿掉的話 記得就是在print後面再加一個參數 就豆點END等於空的 OK喔 不然的話他會幫你把它變成垂直的 也就是每個地方都換行換行 那就不對喔 所以特別注意 那再來的話就是加上 加上什麼 加上I就可以了 所以外面再包一個I的迴圈 那裡面的話呢 再把它怎麼樣 加上那個I的一個 這個資料 那因為串接的關係 所以一定要轉型 可是如果你不轉型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上面的寫法 改寫成下面這個寫法 Format OK 那下面這個寫法是比較推薦的喔 OK 也就是說以後你可以產生一個樣板 然後再用Format 假設裡面有三個大瓜糊的話 那你就給三個參數 他就分別把這個參數裡面的值 丟到大瓜糊裡面去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喔 將來蠻多地方都會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Format 幫你做格式化輸出喔 那這個Format當然喔 有點像是那個Excel裡面的那個格式 因為在Python裡面喔 不像Excel這麼方便 按右鍵就可以出出一個格式 所以變成說你這邊喔 可能還是要熟悉一下Format 蠻多地方都會用到這個Format 那今天的話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另外我還有講到 有關用VBA輸出的話 程式在這邊 你甚至可以 他最好是如果之前有學過VBA 可以把它兩邊比較一下 以後的話呢 最好可以Python寫得出來 VBA也可以寫得出來 那兩邊的話呢 當然你就可以看你 就是實際的狀況 反正你不管在哪邊寫啦 其實你都可以寫得出來 那是最好的喔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信號輸出三角形 信號怎麼輸出三角形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輸出這樣的一個三角形 也就是print的話 它有個固定的規則 第一次的話呢 輸出一顆星 第二次兩顆星 一直到13顆星 欸 有沒有 那這樣怎麼做喔 不過這裡的話呢 跟各位講喔 因為其實呢 這個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要重複 重複什麼 重複幾顆星有關係 那怎麼樣重複幾顆星喔 特別是那個 如果你要重複啊 在那個 Excel裡面有個函數叫 rept repeat 有沒有 看你要重複 輸出幾個文字 那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在python裡面喔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假設啦 我今天喔 要輸出新號的話 你可以這樣練習 開一個新的module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喔 先預先練習一下 我們先直接print好了 假設有print 直接就打那個printer 那print什麼呢 print刮弧 如果今天print 新號的話啦 當然喔 如果你要1到13顆星 那不是叫你說 我今天第一行print一顆星 然後把它複製之後有沒有 貼下喔 底下有沒有 再變兩顆星 然後呢 再貼變13 那他不是這樣意思喔 我是希望喔 第一次一顆星 第二次兩顆星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喔 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有一個蠻特殊的用法 就是說喔 我把它先放大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 輸出幾顆星的話 我後面可以 用一個乘號 乘以幾顆星 比如說我要輸出13顆星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一個文字 後面用乘號 欸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喔 一個文字 後面居然可以用乘的 特別說 這個蠻特別的用法喔 也就在python裡面 如果喔 一個文字 後面 看到一個乘號 乘以幾 幾個數字的話 那這個意思喔 表示說什麼 他要重複幾次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它print print出去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輸出 就會輸出什麼了 直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run出來的結果 就是13顆星 欸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做出1到13的話 那我是不是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數字喔 當我第一次輸出的話是1 第二次輸出是2 S類推 欸 那後面自動換行 所以喔 以這一題來看的話 當然你可以想到 上面一定先加個for 4回圈 4 i in range 欸有沒有 那我就把那個range 我要第一次一顆星 第二次兩顆星 一直到13顆星停下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 STOP一定要輸出14喔 喔 因為14停下來 OK喔 然後呢 冒號一下 然後在裡面輸出什麼呢 print 記得這邊一定要tip它 下一階 因為一定要在4回圈 你如果這樣的話 它變成 它不會跑 它一定要 在這個裡面 下一階 那你只要把乘號這個13有沒有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欸 欸 這樣的意思是什麼 當我for id1的話 那輸出一顆星 並且print 會換行 在i等於2的時候呢 那就變成兩顆星 一直到13顆星為止 OK 所以喔 這樣理論上程式都寫完了 我們知心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1到13顆星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那第二個變化 後面其實有一些變化 應該可以看懂嗎 因為它程式非常短 那後面的話還有一些變化題 如果我今天希望反過來 是3到1 第二個變化 欸 這要怎麼做 第三個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一樣是正向 但是前面 我變成說要加上空白 也就是說呢 浪子嘛 本來有點像靠左對齊的 把它變成靠右對齊的 直角三角形 那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所以剛剛信號的部分呢 關鍵的地方就是 自串 乘上 一個數次 它就幫你重複幾次 這個後面一定要是一個整數 沒有說你給它小數 給它小數 給它怎麼輸出 它意思就是repeats幾次的意思 這個還蠻好用的 來 方便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主要就是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重點再回顧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再來看 那個 利用信號 輸出三角形的 這個後面的練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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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